美国竞争法案 以推动高科技等政策为名 实质法案的涉华部分欲插手中国事务 对此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这样回应 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这一法案再次暴露了美方霸道霸凌行径 根本违背了当今世界求和平 谋发展促合作的时代潮流和人心所向 最终只会损害美国自身的利益 美方因摒弃冷战思维和零和理念 客观理性看待中国和中美关系 删除法案中涉华消极内容 停止审议推进该法案 停止损害中美关系和双方在重要领域的合作